后面还有最后一位歌手要出场 也就是说顺子今天能不能够最终安全 或者是要离开全能星战 其实他在全能星战这个舞台上的命运 将要交给最后一位出场的歌手 主动拳变成了在对方的手中 最后一位出场的就是上周排名最末位的 龚琳娜 老罗从来不抽烟 刚才我发现他抽空出去抽了一根烟 你居然紧张到这样 有请龚琳娜 跟搅滚不太有关系 有一点点意外还在最后一面 空空的脑子里 就觉得能量没有了 再坚强的女人也会有脆弱的时候 当时我吃的时候我就特别感动 她没有刻意地安慰我 她也没有鼓励我 她就不断地做这些事情 如果这个世界上有爱 有人关心你 其他的事情 它都会越来越好的 第二场我想唱一首歌送给老罗 谢谢亲爱的老罗 我会永远永远爱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啊 月亮出来 亮望望 亮望望 响起我的阿哥在身上 清风吹声我吹声风 歌啊歌啊歌啊 你和亲家阿妹叫阿哥 歌啊歌啊 月亮出来照搬我照搬他 望前月亮响起我的歌 你真心能吹声我吹声我 歌啊歌啊歌啊 你和亲家阿妹叫阿哥 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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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嬷 啊 啊 啊 月亮出的 亮啊 亮啊 啊 想起我的 雅谷 在身上 一阵 青口吹上 我吹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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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真的爱他老婆 他很爱他老婆 真的 你们听什么感觉啊 除了你唱之外 你老公更棒 你现在是不是也很激动 因为你知道有一次老婆不在家 那时候我刚生第一个宝宝 然后抱着这个小孩去散步 那时候我们都住在德国的森林里 然后我就在一个小山坡上抱着 我的小宝宝三个多月 然后那时候正好夕阳西下 我就看着太阳坐在山坡上 就唱起了小河汤水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这首歌怎么唱 然后我就感觉声音绕着山 然后那分钟我就说 啊 民歌就是生活 如果我唱这个歌 歌 然后能够 能够 他的心也能够感觉到 我在喊他 他也会思念我 就是那个感觉 所以刚刚在台上唱到 中间那段哼的时候 我就一下子就回到了那个场景 老罗哥 你现在别让他说话 他现在没有办法说话 他现在真的 我就是想说 我是为了这样的声音 爱上了宫林呢 但是也是为了这样的声音 爱上了中国 我想爱情不是 爱情不是从随便来的 然后它来的以后 它也不是自然存在的 我们都要特别努力 为了我们的爱情 我从小到的立志 就是不想结婚 对 因为我小时候 我爸妈每天在吵架 但我看到他的时候 我就觉得 原来婚有真的这样的美好 刚才宫林娜的《小河汤水》 你有什么想说的 我不能再说 我来说吧 我先背一篇 我小学的时候的课文 一个外国人 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为了他自己喜欢的音乐 无比的热爱 还娶了中国媳妇 写出那么多好听的作品 他就是老罗 琳娜姐 你 有什么要说吗 请观众打分吧 好 遵命 500位大众听审 究竟是宫林娜还是顺子 可以继续留在《全能星战》 这个舞台上 现在请为宫林娜打分 打分 打分 时间到 刚才500位大众听审 你们已经用你们的打分器 来决定了谁走谁流 现在有请八位音乐制作人老师 走到舞台上 有请 在上一周 宫琳娜她的分数 落后于顺子 只有61分 在这场当中 顺子的最终得分是2173分 也就是说 宫琳娜必须要拿到 1154分以上 她才能够安全 请揭晓 宫琳娜本场的得分 1383分 最终她拿到了 2402分的成绩 排在了第五位 现在八个位次已经全部揭晓 第一位孙楠 第二位张绍涵 第三位胡彦斌 第四位吴克群 第五位龚琳娜 第六位黄小虎 第七位桃哲 第八位顺子 所以《全能星战》第一位要离开的歌手是顺子 第一位离开的制作人是莫凤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 顺思姐 有什么要说的 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谢谢每一个老师给我好的建议 特别期待可以再上到我爱的舞台 来给爱听我唱歌的朋友们 然后继续rock 她热爱音乐 为坚持音乐的梦想一路前行 她热爱歌唱 为表达真实的内心超越自我 她用发音纯正的美式摇滚激励自我 为你我的生命加油 她用味道浓烈的陕北民歌 唤起他乡的游子那一抹纯纯的相仇 虽然她第一个离开 但她对音乐的率真与执着 让我们对她的完美重生 充满期待 那我们觉得有机会我们还会再卷土重来 复合赛就会让你们后悔 你们淘汰了我 我们在把他们杀的片甲不留 复合赛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下一周留下的七位歌手 将挑战的音乐类型是 爵士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 红牛全能心战 各位下周再见 下周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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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